那我怎麼知道我那一天 我可不可以跟他喬時間出來 其實形式一點下去就可以一目了然 各位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有在用的話 非常好用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一柱狀 這個是表示什麼呢 表示我這個時候是有形成的 比如說我這個時間是有形成的 就會用柱狀表示 所以這一天是我白天從早到晚 這個到晚上 從早到晚 從早到晚 這是下午跟晚上 一整天跟晚上 這只有晚上有沒有很清楚吧 那如果想要知道我的形成 只要點那一天 點下去 就會秀出來了 到哪裡 這邊都會秀出來 時間啊幾點到幾點 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已經在我的Google行事例裡面 設定好了 所以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那每一個月份的行程 也都可以很快的可以秀出來 你可以發現 有沒有 馬上可以秀出來 那最近的行程已經排到七月份去了 而且 甚至還排到花蓮去了 花蓮還排兩個禮拜 所以有可能會有一個禮拜 禮拜 這禮拜四 可能會跟各位請假 可能會 會跑到花蓮去 那 其他的話 像這個鬧鐘等等 我想這部分是比較 比較長 各位有沒有發現 剛剛有個聲音有沒有 有email進來了 那我往下拉 就可以看到誰email給我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幾乎即時的 另外呢 我也會馬上 如果看到有需要回信有沒有 不管在哪裡 我幾乎都會第一時間回應 因為讓人家感覺到 你always online 你是online的人 不會像有些人的 你發了信之後給他 感覺好像有發跟沒發一樣 因為他永遠不會回應給你 那這樣的感覺就比較差了 那 比較常用的一些軟體 我覺得這部分 各位可以再踹一下 那等一下我介紹一個 幾個比較有趣的 有趣的軟體 那各位如果說呢 實在無聊要殺時間 YouTube是絕對是 很好用的一個軟體 那其他還有像 這裡面 我再找一下 像這邊 比較常用的 像我這邊有提供一個叫 Music Pro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Music Pro 這個Music Pro呢 也是給小朋友很好玩的一個軟體 怎麼說呢 比如說呢 我想要學彈鋼琴對不對 可是一個鋼琴實在太貴了 我這個鋼琴我實在買不到 我是可能暫時花不了那個錢 可是我想要練習彈鋼琴喔 這個軟體非常好用 它一個Practice有沒有 我要彈鋼琴喔 可以開始練習 可以把聲音調大嗎 我可以開始這樣有沒有 它可以練習喔 讓我知道琴鍵的感覺 而且呢 它這個是一個音樂喔 你可以這樣彈 那訓練你的彈鋼琴的這個感覺喔 那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把它下載下來喔 這個叫Music Pro喔 應該好像是美國國歌吧喔 然後還有其他的 這邊有很多音樂喔 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去讓小朋友喔 去了解鋼琴怎麼彈奏喔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先try一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我們去跳一下 Its一件色違叫做的是 mina著名物 我們應該要十字Ja 我會呈在這些路程 Solar